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的快乐是志向的最终目标 是事业劳苦的终点 从英国诗人Samuel Johnson口中 我们找到了家的永恒价值 因着对家的重视 让拥有旅外经验与装潢经验的无主不期 决定找上谢崇孝与张家翰设计师 完成一家三口的美好家园 谢崇孝与张家翰设计师 擅长布局空间呈现设计深度 并借由职材特性传达空间内在精神 透过他们对各样试作细节的严谨坚持 至终畏惧这呈现深刻而动人的居家故事 这次的空间是36坪 它其实是一个中古屋 一对夫妻加上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是中班 他们找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我们公司有一个部落客的案子 特别喜欢这种现代的风格 在找设计公司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有找了一家以上的设计公司 在做笔图的动作 最后跟我们算谈得蛮来的 然后又喜欢我们公司比较多样的设计风格 最后就决定当我们公司设计 屋主他们其实有在澳洲生活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也看过一些国外的房子 也看过一些国外的设计 所以他们对设计本来的接受度就比较高 他希望的是比较现代感的风格 但是他也有说他不希望颜色太深 所以他就有说他喜欢的木头是原木的颜色 所以从玄关开始的时候 从座椅然后甚至到地平 我们就用原木颜色的木地板去做鱼骨拼 让他把视觉从玄关延伸到客厅 在玄关那边其实他原本有一只柱子是躲在那边 我们借由那个柱子的深度去延伸出来变成收纳柜 甚至于往室内延伸 那当然收纳越多 柜子会越多 会考虑到可能会有空间的压迫感 所以在玄关柜子一直延伸到餐厅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餐厅的柜子就有适度的错开 把高度降低 让视觉延伸变开阔 它是矮柜 所以它也可以当玄关柜来使用 就是我进来也许是我手上有东西的话 它可以临时的散放 它靠近餐厅 所以它其实也是兼顾餐边柜的一个功能 它在动线上是处于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在平面的部分 我也有稍微做倒角的设计 让动线可以比较流畅的进来 那Wuzy有时候他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 玄关跟餐厅之间这个餐边柜 但其实这部分我有点惊讶 因为当初在设计这个餐边柜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点犹豫 他们担心空间会不会被压破了 然后甚至于我有把餐边柜做了一个阿叫 因为Wuzy本身他很不喜欢阿叫 他喜欢东西是方方正正有厚实感的 所以这部分其实他有点犹豫 当然经过我们讨论的时候他有被我说服 但我也没想到最后他住进来之后 他最喜欢的竟然是这一块 可能因为它兼具实用性 然后确实空间上也有增加了一个层次 Wuzy他有收纳的需求 所以相对的柜子一定会很多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想到 要如何兼顾收纳 但是又不要有空间的压迫感 那再搭配他的喜好 BMO牌子的电视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但是如何跟他的电视做搭配 变成客厅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BMO的音响或者是电视 其实都蛮具现代感的 所以在材质搭配的话 我们就是稍微有做了一下转换 可能靠近电视的区域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金属亮面的材质 比较靠近玄关的部分 比较靠近餐厅的部分 又回到屋主喜欢的原木的颜色 当然因为面积很长 所以我们中间穿插了一些 铁键深色的木头颜色 可能是开放柜的 然后多一个材质的分割 让这个立面看起来不至于太过压迫 利用这个材质的转换 用一个黑色的铁柜 多一个功能的延伸 当作一个展示柜 除了收纳以外 它可以有一些展示的效果 因为面积很大 所以我尝试着让柜子悬空 再加上一些镜面 虽然它有柜子 可是我看得到空间的深度 会觉得不至于太压迫 立面也比较活泼 BMO电视本身它会旋转 即便它会旋转 我要做开门的动作 都还是有可能会打到电视 这边我们就做了一个隐藏式的拉门的设计 让这个门可以平移 然后横拉 但是关起来的时候 又不会有前后的落差 然后保持设计立面的一致性 我在设计上我会觉得说 材质不见得要这么的一致性 虽然它们喜欢圆木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搭配 在柜子面的部分 可以有适时的加一些铁键 或是一些深色的部分 那一些穿透一些镜子 家具 因为其实家具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是现代 但是可以混搭一些材质 让这个家具可以更融入这个空间里面 就是在书柜材质 除了圆木的材质 也有做一些黑色跳色的处理 然后甚至加一些景面 尝试让客厅这个区域的材质 多样化一点点 女巫主义刚开始来的时候 有说她喜欢金属的材质 其实在得知这方面 我当然是很开心 所以我有尝试了让金属的面 看能怎么样搭配 让空间多一些层次 其实我有建议她 在厨房的部分 可以增加一些金属的材质 做一些延伸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厨具的设计方面 我们想说 如果既然要搭配一些金属色的话 我们是有把厨具的颜色改成 比较灰色调的冷色调 去互相呼应做搭配 木头跟金属它确实是 一个比较暖调 一个比较冷色调 所以我在立面的材质 就是有用一些玻璃 然后有用一些食材 然后去做淡化 或者做层次的搭配 让它从客厅到餐厅到厨房 其实是从一个暖色调 慢慢的渐进到厨房里面 变比较冷掉的感觉 他们可以接受开放式厨房的时候 其实我是赞成的 我也是赞同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做 但是又考虑到家里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其实是会开火的 所以在设计上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三片玻璃拉门 关起来的时候是玻璃拉门可以隔油烟口 全部打开的时候 又可以在中导的位置 当作屏风的效果 从餐厅到客厅 会变成一个环形的动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上跟动线上都有加分 因为厨房是偏冷色调 所以我希望我是有点透光不透景的效果 所以我在玻璃的选择上的话 有做了一些条纹玻璃的选择 那我可以看到厨房里面 隐隐约约是灰色调 然后有金属的材质 但是在外面感觉门关起来的时候 外面又是一个不同的氛围 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蛮有趣的 经由谢崇孝设计师的专业配置与选材 缔造出符合屋主风格的宫领域空间 而思领域狼斗则在暮色与白色的延伸中 巧妙延续人文底蕴 小孩房以暮屋床铺结合小钢琴设计 满足孩童的印象世界 客房床头背墙则在特殊期与灯带映照中 体现精致现代质感 在廊底属于屋主夫妻的主卧套房 则营造了简约现代的氛围 在我房中配置了低态度的双人床 并于窗面延伸女屋主的化妆区结书桌 另外还以全面木座的衣柜 即可放置包包的防尘柜满足收纳需求 并连接洞线到主域 因影屋主的喜好需求 在地平上选择盘多模 透过材质传达出居者独特的个性 其实设计这件事情没有对错 因为每个业主他的需求 他的习惯 他的喜好都不一样 我们很重视跟客户的交流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家 就是要符合这个屋主的需求 是他喜欢 他住得舒服 他住得最开心 设计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美好 然后对我来说也很有成就感 想看更多性重效 张家和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谢谢观看